碧海蓝天毫无污染的绝美景色在帛琉能边玩边享受 疫情之下想出国是奢侈 好消息是台湾跟帛琉的旅游泡泡最快3月15号能成行 但最快3月20才有班机 目前初步规划双方会每个礼拜对飞8班 华航6班长容2班 行程由国内4家旅行社规划 有4天3夜跟5天4夜两种行程 价格跟过去2.5万到3万元相比 旅游泡泡恐怕要价5到8万元 涨幅一倍之多 考量成本会是在饭店上的选择 以及保险上的一个费用的产生 那这次部分的相关费用 都会影响到整个团费的售价 多出来的费用像是搭机住宿用餐 都要符合防疫标准 没花做自然要多付空位费用 但8万元的团费 民众真的会买单吗 8万的话是有点高一点 对然后就是我觉得 如果5万好我可能还要考虑 想出门啊 就是考量一点 我觉得生命比游玩更重要吧 还有保险费初步也拟会包含 医疗专机直接返台 因此不包含在旅游平安闲里 恐怕要另外加保费用也不便宜 再加上去帛琉回台后 还是得要隔离5天 加上自主健康管理 等于一趟旅程 要再多花10天时间 我大概不会超过两个礼拜 隔离就前后24天 一点都不经济也不划算 就是询测会不会戳鼻孔啊 会不会怎么样啊 好然后要自费 好这个费用的问题 所以大家其实都会蛮考虑的 疫情稳定 旅游业者期待 但高贵的团费 加上回台 还得隔离跟健康管理 民众对于旅游泡泡 也从原本的趋之弱物 变成望之却步 记者杨世叙和之宇 台北报道